12月29日 美股三大指数高开低走集体收跌 投资者担心经济复苏道路艰辛 美股早盘小幅上涨 盘中触及记录高位 但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 阻止立即考虑将经济刺激支出 从600美元增加至2000美元的措施后 美股涨势蒸发 该提案的最终通过需要60票 和12名共和党人的支持 此前 特朗普签署了一项2.3万亿美元的财政法案 恢复了失业救济 避免了联邦政府关门 道指下跌68.30点 至30,335.67点 跌幅0.22% 标普500指数下跌8.32点 至3727.04点 跌幅0.22%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9.20点 至12850.22点 跌幅0.38% 跌幅0.22点 对